钻石公主号乘客预计今天可以圈圆下船 不过在船上累计确诊人数来到了634人 也包含了两名死亡病例 日本官员就剖图想要证明 在船上的检疫是完善的 没想到曝光了之后呢 却被发现船上隔离不足的糟糕情况 被网友给骂爆 钻石公主号乘客重获自由 前两天累计已有717人下船 21号预计可下船的乘客都可离开 日本政府也与船公司洽谈 如何送离希望下船的船员 光是20号一天日本就出现拔起去诊 当中包含曾登上公主号执行的两名公务员 值得关注的是 已首度传出两人死亡 当中一名84岁的老妇人 2月5号就发烧 每朝7天后才被送下邮轮 日本官方坚决不认处置失道 但防疫真的漏洞百出 邮轮总指挥官 同时也是后生劳动副大臣乔本月 在推特PO照片 告诉大家船上防疫分区真的有做好 乔乔一边是未污染 另一边是有污染 却被网友抓包这样有差吗 越换个方向来看 两条路都通往同一个房间 难不成病毒会转弯吗 超夸张的照片被各大媒体轮番嘲笑 大臣事后赶紧删照片 后悔莫及 钻石公主号防疫失道 因日本政府成为重使之地 但官方和部分媒体认为 就国际法角度 日本没有义务应对公主号 最该负起责任的是 传疾所在国英国 日方打算发起制定国际新法 避免未来类似事件发生 游轮乘客会被踢皮球成为害上孤儿 记者综合报